应先无所助,而后生其心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我们在修行,从冷言经的启示,我想我们要建立一个重要观念,就是无助根生心的观念。 你刚开始一定要无助。 智者大师很强调忏悔业障,他说,什么心态忏悔业障最快? 你要站在无助的角度来忏悔业障。 就是你一开始就相信你本来是没有业障。 那你为什么会有业障呢? 那是因为后来的一念妄动。 根沉的碰撞产生了六十,所以才有业障。 智者大师说,你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有业障,这个业障你一辈子颤不干净。 你看有些人,业障颤半天,没办法颤得清净,站在业障的角度来忏悔那就完了。 你要站在一个清净心的角度来忏悔才对。 在《冷言经》讲,你不生灭心为本修音。 你那个修行站的角度很重要。 大概《冷言经》都不赞成你站在外境的角度来修学。 你要站在一个清净的角度来忏悔,站在无所求的角度来求,站在无所得的角度来的,站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建立一切法。 所以《金刚经》讲应无所住,而生其心,这个次第是很重要。 站在无助的角度而发起菩提心。 你这个观念掌握住了,大成的妙法你大概刚要就掌握住了。 你看有些人一开始就是说,我要干什么,你要干什么。 讲实在话,初学者没有资格说你要干什么。 初学者是打得念头死,刚开始要先否定自己。 初学者太多理想抱负,这个人是没办法修行的。 你还没有经过无助的阶段,讲实在话你没有资格谈生心这个道理。 所以大家要体会一下,佛法的操作是有一定的规范,一定的诡则的。 你要错乱修学,你自己就很难达到这个解脱之道。